上回第五集书中 正说住那位康己生康观察相识不忠 便捐了各河南后补到道省后补 后来居然数了一任开归陈许道 又调补丁直立天津道 不到一年的功夫 生受了河南岸查史 得了直立总督陆志军一个秘宝 便生补了江西布正司 道任不及两个月 刚刚的江西府台德中成调了热河都统 这位康芳伯便生受了江西巡抚 这也算的是一帆风顺 幻运亨通了 如今在下且把康中成的一面按下不提 再把张秋谷的事实演说一番 诸公竟听 待在下慢慢的说来 只说张秋谷自从娶了陈文仙之后 两个人自然是四妻头娇 如鱼得水 贫且共命 间谍同心 临华十五之年 出逢寒寿 避避小家之女 来嫁王昌 第九天长 一双两好 秋谷也怕文仙散蛋惯了 坐在家里头要气闷 便也时常同他出去跑跑马车 看看夜戏 在上海约有住了三个月 忽然接了家里头太夫人的一封来信 叫秋谷快些回去 依住秋谷的意思 要想把陈文仙留在上海 自己回去省亲 倒是文仙不肯道 我既然嫁了你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如今回去 我自然应该跟你回去 那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的道里 秋谷呼得哈哈的笑道 好呀 你索性把我比起畜生来了 文仙听了一面笑着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 你这个人实在的难说话 一句无心的话耳 你又要挑起眼来 难道我和你两个人还要这些过节而不成 秋谷笑道 我们两个人自然用不着讲什么过节 我也不过是说说罢了 但是你既然要跟我回去 我现有老母在堂 家中又有正事 虽然没有什么别的 那里数官 节是不能错的 你是向来散弹惯了的人 那里受得起这般拘束 到了那个时候 万一有什么委屈你的地方 叫我心上怎样的对你得起 文仙听了把头一别道 怎么你这样的明白人 也会说出这样的糊涂话来 你家里有老太太 有正事少奶奶 我是向来知道的 如今既然嫁了你 不跟你回去和老太太 少奶奶住在一起 难道倒要另外一个人住在上海 叫你身心两地不成 再说起什么老太太 少奶奶面上的里数官节来 那更是我分内的事情 算不得时 么 你只顾放心捅我回去 不要这般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张秋谷听了陈文仙的一番说话 低着头沉吟了一回 方才说道 你的说话自然不错 但是我心上好像总觉得有些不妥当 万一到了那个时候 你受了什么委屈 或是闹了什么口舌 心上抱怨起来 那就懊悔贤迟了 文仙道 这是我自己愿意跟你回去的 那有懊悔的道理 况且我们两个人住在上海 你的家眷又不在这里 不干不尬的 究竟不是个长久的法儿 如今跟你回去是再好没有 得了 秋谷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 故意再逼他一逼道 你果然情愿跟我回去吗 不要是一时高兴头上讲的玩话吧 文仙正色道 玩是玩 笑是笑 这样的是那里好和你玩笑 秋谷听了笑道 既然如此 是再好没有的了 当下便和陈文仙商议了一回 把那些家具动用的东西 本来有一半是租的 便都退还了店家 自己的家具捡好的带了回去 粗笨些的便都丢掉了不要 商议定了 文仙道忙忙碌碌的收拾了两天 到了动身的隔碗 文仙把自己的东西和秋谷的行李都收拾得妥妥贴贴 陈文仙本来身体娇弱 又是一双铃波三寸的金莲 忙了一回 只把他累得娇喘微微 浑身香汗 张秋谷在旁边看着只是微微的笑 也不开口 也不动手 文仙喘息了一回便对着张秋谷道 你不来帮助我也还罢了 只顾看着我笑些什么 秋谷一面嘻嘻哈哈的笑着 一面问道 你这两天忙些什么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忙到这般模样 文仙听了诧异道 原是你自己和我讲的 收拾了东西好同你回去 怎么你倒反来问起我来 难道你贵人忘事 已经忘了不成 秋谷又笑道 看你这个样儿 真要收拾了东西同我一起回去吗 文仙听了摸不住一些头脑 只得说道 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 你怎么凭空又说出这样的话来 秋谷听了抢不过去 走到文仙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 多谢多谢 陈文仙见了张秋谷这般张志 更绝摸头不住 只得说道 你这个人不要事发了吃吧 怎么无缘无故又打工作一起来 秋谷凯然说道 我张秋谷伴 生骆驼 百事替毡 天壤茫茫 竟没有欲住一个知己 不料如今居然取住了你这样的一个人 既不贪我的钱 又不图我的事 却这样的和我一心一意 没有歇二势力的心肠 你叫我怎样的不感激 怎样的不欢喜 说住不觉言下黯然 大有独立苍茫 四海无家之恨 陈文仙本来是个情种 听了张秋谷这一番说话 不觉打动了他的情长 流出两行猪泪 紧紧握了张秋谷的手 四目相视 默默寒情 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不知有多少话而要说 却一句也说 不出 停了一回 陈文仙方才笑道 我既然已经嫁你 我这个人就是你的 自然该应跟你回去 自己人还用得着这般么客气么 秋谷在袖子里头取出一方丝巾来 和文仙是干了面上的眼泪 口中说道 你还没有看见上海地方 多少有钱有势的客人 娶了个官人不肯回去 住在上海的多得很在那里 那里能一个个都像你这般贤德 文仙道 说起贤德两个字来 我也不敢当 不过自己还保得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罢了 老是和你讲罢 那些嫁 了人不肯回去 一定要住在上海的官人 都是有心呼吁 不是真要嫁人 若果然真要嫁这个人 自然要和他想个安稳法儿 那有不肯住在一起的道理 秋谷听了微微一笑 便掺住陈文仙在踏上并肩坐下 肯肯切切的对他说道 既然如此 我却有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儿和你讲个明白 你却不要生气 看官 你到张秋谷是当真要同住陈文仙一同回去吗 原来 原来秋谷的太夫人陈氏性情严厉 不许秋谷在外边娶妾 在下作书的在初级书中已经提过 如今秋 谷在上海娶了陈文仙 原是瞒着他那位太夫人的 那里感就是这般的同他回去 只因陈文仙自从嫁了张秋谷以来 虽然是以影连生 双心一袜 鸳鸯比翼 甲蝶同心 但秋谷心上毕竟还有些儿疑惑 想着文仙虽是一心嫁我 没有什么别样的心肠 但是如今是把他放在上海 吃的 穿的 用的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奢华好齿 却也斑斑不缺 样样现成 既没有一些儿愁烦 又没有一些儿拘束 过住这样的日子 那里现得出什么真心 不如我假意和他说明 要 把他留在上海 看他怎样的一个说法 张秋谷想定了主意 便常常的对着陈文仙说 家里头的太夫人家教怎样的方言 规矩又怎样的厉害 陈文仙听了 只微微笑着并不开口 秋谷一时也看不出他心上的意思来 刚刚这个时候 太夫人写信叫他回去 秋谷便趁住这个当儿 假意去和陈文仙商量 要把他留在上海 那只陈文仙自家不肯 一定要跟着张秋谷一同回去 秋谷听了心上自然欢喜 便细细的把自己家里头的事情和陈文仙说了一遍 又说明不能 同他回去的缘故 叫文仙仍旧住在上海等他 陈文仙听了不绝俊眼横缩 峨眉微醋 哨了秋谷一眼道 你这个人的心不知是怎么生的 凭住别人像你偶出了心肝 你依旧是指东话西的不肯说一句真话 幸而我的嫁你还是真心 你是不出什么马脚 万一我心上存了一丝一毫的假意 被你试了出来 那还了得吗 我平日带你究竟怎么样 可得罪过你没有 你自己去想想 如今无缘无故的又要这般鬼鬼祟祟起来 你怎样的对人得起 说住便别转头去 洒脱了秋谷的手 一言不发 不觉有些烦恼起来 没所相焉 谋回秋水 那一副寒怨寒贫的风态 直似那雨中汗淡 双里幽兰 张秋谷少不得深深的抚慰一番 又对着文仙说道 不是我这样的一番作作 也显不出你的一片真心 你又何必这样的动气呢 文仙听了方才破涕微笑 当下走到窗下一张梳妆桌上 对着镜子众略乌云 秋谷便站在陈文仙背后 细细地打亮那镜子里头的陈文仙 只见他宝夜微霸 峨眉雀跃 西子捧心之太 太真倾国之姿 绝 得真各是国色天香 一时无两 把一个张秋谷看得呆了 陈文仙在镜子里头 看着秋谷这般呆看 便在镜子里头对他笑道 你看些什么 难道到了如今 你还没有看够吗 说住那两边夹上 不觉升起两朵红云 月显得十分魅舞 这一晚桥田乌雀 水溢银河 雨涕阳台 云迷乌霞 弹奴归去 匆匆唱南谱之歌 凤女相思 缓缓结芳澜之沛 过了一天 张秋谷安顿了陈文仙 把自己在上海经手首尾的事情料理了一番 又到新修府 王小平 陈海秋 等几个要好朋友那里去辞了一回行 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回去 如今听得秋谷说立刻就要动身 新修府怪他为什么早些不讲 秋谷道 我此番回去省清 不多时就要出来的 你们不必挂念 依住陈海秋 还要和他践行 王小平拦住道 你不听见他说立刻就要动身吗 那里还来得及见什么行 秋谷也向陈海秋拱一拱手道 我们知己弟兄 相交在心 本来不必居什么行计 我心领盛情就是了 说住 便匆匆要走 新修府等都要到船上送他 秋 谷拦阻不住 只得自己先回去 嘱咐了陈文仙几句话儿 陈文仙也要送到船上 秋谷便同陈文仙同坐一辆马车 星飞电转的赶到常熟轮船码头上 秋谷是自己雇的一号快船 兼雇轮船拖带 当下秋谷同陈文仙上船坐下 刚刚讲的几句话儿 早见岸上远远的两辆马车 风一般的赶到秋谷船边交下 正是将离赠别 家人南国之思寸草春辉 有子天涯之感 不知张秋谷此去何日再来 请看下回便知分晓